Volkswagen Malaysia 在2020年8月 在我国推出了当时已经发表几年 号称最美 Volkswagen 的 5 门 Fastback 6x4 美型防跑 Volkswagen Arteon 那虽然散散来迟 但是有好过没有 而且VPCM 还很有诚意的把 CKD 价格成功压到一个 22 万的 Level 而不是之前所传出的这个 280 千 但是变便宜是有代价的 那就是我国当时这一个 Arteon R-Line 虽然外形看起来也是很 Sport 但是它的心脏是和这个 Passat Elegance 一样的同一具 低功率版本 EA888 这一具 2.0 涡轮这辆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只有 190 ps 峰值扭力是 320 Nm 在输出方面比起原本的这个高功率版本 是 Discount 了一个 90ps 还有 20 Nm 而且还少了这个 4Motion 的全驱系统 活生生变成一辆长得很会跑的前驱绑车 那当时我在试驾了这个大马版的 Arteon R-Line 以后 对它的感想就是 整辆车有点重 而且动力有点慵懒的感觉 如果整体的这个性能可以再积极一点 再热血一点的话 就 Perfect 了 但是 看来我的这个欲望好像要实现了哦 因为 小改款的 Arteon 要来了 而且它这一次不再只是靠样子吃饭 实力也回来了 现在让我小改款的 Arteon 为大家解说 这个最新的小改款 Arteon 有什么不同 那在这个外观方面 其实我之前在这个美丑30就讲过了啦 但是我还是在这里讲多一次好了 那小改款的 Arteon 这回改变乍看之下不多 但是颜值上又加分了 像是这个前脸部分呢 就有这个从 LED 头灯里面一路延伸到水箱护照的日行灯条 还有这个重新设计以后 但是更好看的这个保险感 这个也是 Arteon 的套件来的啦 所以整体看起来是比较运动化一点 那之前我就有提到说 这回这个小改款是有这个全新的轮圈设计 但是在看了 VPCM 官方的规格表以后呢 我国的小改款 Arteon 还是会继续使用之前的这个 19寸的 Montevideo 轮圈 but 那个轮圈其实也蛮好看的 而车尾部分呢 则有些许更动 最明显的就是 重新设计的这个薰黑式微灯组 这方面我真的觉得是有加分了不少 然后下方的这个排气微管设计呢 也是有所不同了 其实在外国小改款的 Arteon 呢 这回还多了 Shooting Brake 略装旅行车型 甚至还有这个性能版的 Arteon R 不过我国方面呢 就只有这个 Fastback 版本 而且一样是 R-Line 单一车型 只是在动力方面呢 其实是有不同的 这个我等一下再详细的讲解啦 我们现在讲这个内装部分 在内装方面呢 这个小改款的 Arteon 也是主要以提升质感为主 中控台上方的这个上半部整个重新设计过 空调出风口的设计也比较漂亮了 还有改款前的那个经典的钟表也被拿掉了 而且就连前做的门板的上半部也一样整个是 Redesign 一路由 Dashboard 延伸过来的这个银色色调 在视觉效果上是更加精致的效果 另外还有就是我可以看到就是还有这个和 GOLF MK8 一样的这个最新款的 Volkswagen 方向盘 它的按键采用 Hot Touch 热触感设计 同样的这个恒温控调系统也一样更新成这个 Hot Touch 的设计 这个也是 Volkswagen 最新的一个家族式零件啦 而改款前很有科技感的这个 Digital Cockpit 数码仪表盘 以及 9.2 吋的 Discovery Pro 多媒体主机依旧存在 只可惜的是这回这个小改款呢 它的这个排档杆还是和改款前一样就是采用一个传统的排档杆设计 而不是采用这个漂亮的电子排档杆 不过呢这一回这个小改款的 Arteon 它的前座椅 还换成了类似跑车桶里的设计 而且还是以这个 Nappa 高级皮革打造 小改款的 Arteon 在配备方面也是有稍微的升级 首先它的这个音响系统呢 就由之前那个表现妈妈的的 Dynamo Audio 换成了 Harman Kardon 但是一样还是一个 700W 喇叭方面是多了一颗总共有 12 颗 包括一粒 Subwoofer 低音炮 再来就是之前的这个电动尾门只支援脚踢式开启 虽然那个时候我在试车的时候我这样都记不到了 Anyway 这一回这个小改款就升级成 脚踢式开启和关闭 哦对了 还有它的这个氛围灯的这个颜色 也从之前的三种变成三种了 但是我最关注的还是在安全配备部分 因为这回这个小改款的 Arteon 它终于导入了车侧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 还有车道维持辅助功能 但是还是没有这个自动紧急煞车 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功能 还有就是许多人所追求的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蛮好用的 就是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这个我国的这个小改款 Arteon 也是没有 有点可惜 那在这边我也做出这个列表 列出一些这回小改款 Arteon 的一些主要配备 给大家参考一下 动力是这回这个小改款 Arteon R-Line 最大的改变 这回 VPCM 就选择改用高功率的 EA888 这具2.0L TSI 涡轮加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280PS 风质扭力则是350Nm 这个输出基本上是比这个最新的 Golf GTI Mk8 还要高 至于变速箱方面 它同样是搭配7速的 DH-44 双离合变速箱 但是这一回它多了 4M全驱系统 在这样的一个搭配之下令这一台美心帮跑 它的零摆加速只需要5.6秒 比起改款前的那个 7.7秒是快了不少 那相信在群记还有操控性方面 应该也会有所提升啊 这一方面真的是要给 VPCM 大大的一个赞 但是重点还是 Upgrade 了这么多东西 但是这一辆CKD 的德系防跑 这一回真的可以叫它防跑了啦 它的这个预计售价 居然只要24.5万到25.5万之间 比起这个改款前是 大概只贵了一个两三万令吉 而且还照样给你5年的Warranty 和3年的免费保养 看来 VPCM 这一次是直接出奥地的 只不过它的这个定价也算是不能再高了啦 因为25万这个价格已经是 Mercedes-Benz C200 还有 BMW 320i 的等级 你再几厉害跑 几多黑科技 在这个马来西亚你的LOGO 对一般人来讲就是比双臂还要稍微输血啦 而懂得欣赏你的内涵的侧密本 数量又占比较少数 还没有算买不买得起来 所以这一次这个Rteon R-Line 4Motion 其实在这里也算是有一场硬仗要打 加油 VPCM 其实这回我本身也是蛮喜欢这台车的啦 假如我的这个影片 没有破百仙的话 我就换掉我的借大 买的了 大家觉得这一回这个小改款的 Rteon R-Line 4Motion 如何呢? 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这个德系的机头 还是其他德系豪华大哥们的氛围呢? 你觉得他卖一个24-25万合理吗? 欢迎发表你的这个看法 好了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大大力的按个赞 然后分享给所有喜欢这个Rteon 不只是喜欢Rteon啦 所有的朋友们 观看我们的影片 当然最重要是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按下那个铃铛 所以我们有新的影片的话 就会马上通知你 我是小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